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频道 我是你们种草鸡汉娜 今天这期视频是继上一次辣妹连衣裙合集 之后有粉丝私信我想看的合集 就是附加千金风的衣服合集 那我想也快到毕业季了嘛 所以我给你们选了一些 学生党也可以接受比较平价 但是穿上起来就显得很贵气 然后很有气质的衣服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那第一件呢就是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件 one piece的黑色一字领连衣裙 整个的裙子的形状呢就非常的法式优雅的感觉 特别是它一字领的这个设计 就开的刚刚好可以露出我们的锁骨 让我们锁骨看起来非常的纤细 有点脖子也看起来更加修长一些 所以这个领子真的是深得我心的一个设计 它的袖子侧面呢就可以修饰我们手部的线条 正好遮住我们手臂最胖的位置 它上半身呢是有点像胸衣那种感觉 非常紧身贴身的这种设计 然后很好的修饰了我们的腰线 底下呢就是这种花包裙A字裙的设计 穿起来就非常气质又优雅的感觉 然后这件内衣裙我觉得是大家可以 人手一件的小黑裙了真的非常百搭 它可以适用于各种场合 而且完全不会过时的一款设计 这件我觉得非常的推荐 下一件裙子呢是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件 白色的one piece的连衣裙 这件连衣裙是我觉得在所有这五件里面 最实用最不挑人的一件 而且它设计的非常简约 就是白色的裙子上面有黑色的这种线条的设计 就刚好给我们白色的裙子带来一线线的时髦感 就点缀的刚刚好 它整个剪裁呢也是这种上紧下宽的剪裁 就可以拉长我们下半身的腰线 而且它刚好在我们腰线的上面部分 有一个黑色的双线的设计 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腰线 让我们的下半身比例看起来更好 它的裙摆呢也是刚刚到膝盖以上 就比较适合大家出席各种场合 然后各种走动或跑动也完全不会走光 它侧面这个袖子呢也是刚好能够盖住 我们手臂最胖的这个部位 整体给人感觉也是觉得很鲜场的感觉 这个裙子整体是我觉得非常实用的一款裙子 不管你出席任何场合 它都可以完美的驾驭的一款小裙子 这个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 第三件呢是一件这种衬衫 虽然它不是连衣裙 但是这件衬衫真的非常深得我心 首先呢它的面料好像超级的舒服 特别的柔软 而且还有一定的这种光泽感 虽然它很柔软 但它不是真丝的 就可以很方便我们拿洗衣机去洗它 你可以看到它袖口的位置 是有做这种一粒珍珠的设计 你把这个扣子打开呢就没有这么的喇叭 我比较喜欢它系起来的感觉 就是一个喇叭袖的感觉 可以修饰我们的手臂 然后让我们的手腕变得很迁徙 领口这里也是有一粒珍珠 与这个三呼应的 整个风格非常的统一 它的领子呢又做的是这种水手服的设计 它的后面是有这种小白袋子的 那我觉得这件就是完美的 把水手服的可爱与俏皮和女人味的珍珠 又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 就会觉得穿衬衫的这个人 既可爱又有女人味的感觉 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选 不用它想推荐给你们 因为白衬衫真的是不嫌多的 我相信每个女生一处理 都应该有一件非常喜欢白衬衫 接下来这件呢是一件可爱风的抛抛裙 就是我现在身上的这件 它裙子的领子呢就是这种大大的娃娃领 这里呢是做了一个风瓷的设计 所以就不用担心会走光啥的 袖子呢也是这种比较抛抛的袖子的感觉 然后穿起来觉得手臂很细 这件衣服呢就穿起来非常舒服 并且空气感特别的强 整体也是走一个比较少女 比较日系的路线 它的这个材质呢也特别的舒服 是有一定的这种锤度和硬挺度在的 就整个穿起来非常的透气 不会闷热的感觉 整个裙帆也是这种 就是宽宽大大的裙帆 就比较娃娃裙的那种 也是本场裙帆最大的一件连衣裙了 然后它裙帆上还有这种褶皱 就这个裙子整个让我想到了 喵喵 想到了叔叔童的那种风格 那如果喜欢可爱方的姐妹们 这个裙子真的是非常值得 你们入手的一件裙子 就连我不喜欢这个风格的人穿它 都觉得感觉自己就可可爱爱的 一直想弄我的裙摆的感觉 这件也是五星推荐 看就是最后一件小裙子了 我觉得这件小裙子就比较说大家出去party 或者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 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唇欲气质的小裙子 你们懂的 就是气场很强 然后但是又不会给人很凶的感觉 这个蓝色的条纹搭白色的这个配色真的非常的夏天 就看起来就很清凉的感觉 然后它整个也是这种抹胸的设计 你看它侧面这个袖口的设计 这里它做的越宽 就会显得我们手臂的这个线条越细 所以它也是帮我们修饰手臂的线条的 抹胸这里呢也是完全不会露出我们的小肉肉的 就把它们都封锁在了这个一字零里面 它整个呢也是一个不显腰身的A字型的板型 整个的视觉效果都在上半身的这个区域 因为它做了两层的这种褶皱的蓝色条纹装饰 那底下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腰色很高的小白裙 那我穿的也是刚好到膝盖上面的一个高度 这个裙子穿起来就是有一种唇欲感 然后也是这种辅家千千小姐的感觉 那我把另一个小包然后在那喝饮料 然后吃甜点的那种感觉 那如果你是想白天的时候穿它去上班 但是晚上的时候穿它去约会的话 我可以在你外面去套一个白色的大的西装外套 把这个袖口夸张的部分给它给套住 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抹胸连衣裙 就完全可以在你工作场合穿出去 然后晚上把白色其中一脱 你就是又唇又欲的附加千金本人啦 所以这件小裙子它虽然袖子的部分比较夸张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好搭配的裙子 天再冷一些呢我觉得外面套一个毛衣外套也应该是很好看的一个搭配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去搭配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 希望你们还喜欢我这一期附加千金的服饰分享 如果你们还想看其他的回集也请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你帮我点个赞鼓励我一下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记得关注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